聊聊国内现在的这个东宇辉的这个事件 其实这个事情很简单 它就是一个网红的现在的一个这个热点 现在这个东方甄选也是焦头烂额 辞去了现在的这个CEO 然后又进行了一些换血 未来他会还会做一些大的调整 这件事情呢 我给大家做一个解读 因为毕竟艾瑞老爸经商已经二十多年了 经历过大大小小的事情 我想说说我的看法 首先一个呢 它本身就是一个商业行为 在公司的运作过程中 每个公司都会有一些拔尖式的人物 他们会给公司带来效益 带来发展 这些人物呢 是通过公司的体系培养起来 有一些比较好的人才脱颖而出 遵循这个二八法则 百分之二十的人会给公司带来百分之八十的效益 所以呢 公司会采取各种的方式来留住这些人才 你是个科技大腕 或者说你是一个网络 通过一些条款来进行约束 也就是说你必须得以外公司服役多长时间 因为毕竟公司投入了这个人力财力 来培养你 签订竞业条款呢 你在离开公司以后 将到一段时间内 你不能从事和你现在的这个专业相关的工作 以保护现有公司的一些利益 再有一种方法呢 通过股权 我把你吸纳进来 作为公司的一个共同发展的一个载体 作为的共赢 但是实际上商业行为里面都是逐利的 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 从公司的角度来 无非是希望能够得到最大的利益 或者说希望不会失去最大的利益 个人来讲啊 也是显而易见的 他们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和利益 最初的时候呢 他不是一个名人 或者说他没有技能能够创造更大的财富的这个过程中呢 他只能依附于公司 甚至跟一些公司签约让自己逐渐的得到发展和成长 一旦啊 他们的自身可以摆脱公司的这种运营模式能够通过自己的IP能够创造最大财富的时候呢 这种矛盾就会产生 他觉得我即使正义千万啊 我还是有百分之二三十我要交给公司 那么如果这百分之二三十也是我的 那我的利益就是百分之一百三十或者是一百五十甚至二百 我不需要你公司再提携我 我本身的品牌就是IP能够带来价值的 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商业行为的终点啊 这种合作共赢的关系 其实往往会破产 东方甄选的这种情况 无论是董事长如何的去努力化解矛盾 留住人才留住东与会 但是未来的结局肯定是这种头部的主播 他们会成立自己的公司来得到个人的发展 出现这件事情发酵以后呢 香港的东方甄选的市值一下暴跌了几十亿港币 他的这种个人IP已经可以支撑起自己的一副天地了 如果当他离职或者当公司和他产生矛盾的话 这种情况就会发酵 直接影响到股市 因为股市投资人他不管你这些七七八八的 他就是要获得最大利益 这个网红流量失去的话 你东方甄选你再说什么大话 都是一文不值 这就是商业行为 大家也不用过度解读 因为这种事情太多了 在艾瑞老爸过去的二十年的经商当中 也时有发生这种和员工产生这种矛盾 当时呢都会有这种情绪 或者说是对市场的进行公关 最后的结局都是要分离出去的 在美国呢对人才方面他是怎么考虑的 要给股权比较火的做这个计算机科学专业的新的毕业生 到了硅谷以后有一些企业他就会直接给你十万美金的入职费 薪资加股票也能够达到十五万美金 这个是个相当高的数字了 然后再根据你的不断的创造提升你的经验 和你的这个运作的这个项目发展 到第二年第三年逐渐的提高你个人的这个价值的等级 然后你的薪资也会从二十万到三十万三十五万 以至于到七八十万美金一年 这都是一种正常的状态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有很多人他会为了自己的个人发展 他会离开公司来去跳槽也好 或者说是离职也好 这个在美国的商界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商业业态 他有更好的机会会去寻求公司的角度来讲 他如何能够保证自己公司的核心利益 核心的价值能够得到持续永续的发展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在美国这边 他会有一些入职条款来进行制约 来制约束 董以辉的未来 因为从他自己的这种IP的价值上已经体现出来 所以他没有必要再去依附任何的企业 对于东方甄选所面临的问题 双方所谓的双赢说很多大话 这个各个企业都会去画饼的 这个是无疑的 那么到了最后的这个节点上 当你个人的这个IP已经超过了公司IP 或者说在公司IP当中占有很大的权重的情况下 实际上你在砍什么口号 做什么温情都是没有用的 因为在利益面前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 这个是逃避不掉的 未来的情况就是大家分道扬镳 对于东方甄选度过这个难关以后 再重新起步 重新成长 这个就是他面临挑战 这也是所有的企业家都要遇到的问题 也就是说你的核心竞争力在什么地方 你如何保证自己的利益 对于企业家来讲 是一个智慧和法律的博弈 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一套办法能留住人才 美国的这个苹果公司的这个CEO库克 他在采访的时候就讲到苹果公司的观念 我们要接受那些相信一加一等于三的人 他在强调团队合作 至于说人格上或者说是诚信方面 要通过法律的一些条款来制约 另外一方面的这些网红 或者说这些优秀的人员 他们会离去 那也不必过于纠结 无论是企业和个人 如果你把自己的身家给维系在一两个人身上的话 或者说维系在别人身上的话 未来的命运就注定很惨的 所以这方面也是一个对我们的一个启示吧 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件事情 我们自己要反思一下 大家对这个新闻事件进行这个狂欢的时候 也要想一下我们自身应该怎么做 无论是企业家 无论是我们每个人 从中能够悟到点什么 我觉得就是一件好事